如果說什麼都不想講是0分 什麼都可以講是10分 你覺得你今天尺度到幾分 到10分 只有一個問題希望不要問 三圍不要問 結果你輸了 結果你再帶下去 然後在國內擋軍購 治國家安全於不顧 我已經很憤慨了 八年前如果這個軍購通過了 現在八艘潛艦都已經完成了 就不會有馬立委的事情 就已經可以在台灣海峽 守護台灣的安全 我相信中國應該 就會投鼠忌氣 比較不敢越來越一步 我們的賴副總統 在午夜夢回夜深人靜的時候 有沒有後悔自己開了這個不好笑的玩笑 那一天是長照服務的專線 1966 這個專線號碼公布 我跟對著媒體講 就現在薪水兩萬多 我們的目標是要三萬塊錢以上 但是因為我後面又加了一段話 我說但是即使是三萬塊錢 相較於這個工作的辛苦 其實還是顯少 但是這個工作是一個服務長者 弱勢民眾的功德性的工作 除了薪水低 就是本身沒有成就感 社會的認同度不高 我是先解決薪水的問題 我這段話是要解決 長照服務員尊嚴的問題 光靠民進黨恐怕沒有辦法 單獨承擔這麼重要的任務 所以我提出了民主大聯盟 就是跨黨派跨世代也跨領域 民黨所提名的候選人 不必然一定要民黨黨籍 只要社會上優秀的人才 即便是不同黨派 我都應該要誠懇的去延懶 共同承擔台灣的責任 我們今天真心話大冒險 要加入這個民意考驗 因為你跟我都一樣 現在明天1月13號即將接受民意的考驗 對不對 你有確定要選嗎 對不對 確定 因為我看有好幾個 還不知道自己要不要選 我本來想說大家都邀請 我本來想說大家都邀請 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要選 不知道他們要不要來 那好我也有確定要選 那今天的民意的考驗是這樣子 我們每個觀眾手上都有兩個手牌 來這個 我們有兩位民意代表的代表 也在台下 大家示範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會問你問題 然後請你就暢手欲言 老師的回答 告訴大家心理的想法 然後之後呢 我們會Q問說 你們大家覺得 請你今天的回答 有心意嗎 如果有的話 舉圈 沒有的話 可以舉差 這是一個公平公正公開 絕對不是密室的投票 而且舉差比較容易看到一些特殊畫面 然後呢 如果說呢 差比 圈比較多 懂得櫃關嗎 齁 但是差比較多的話 我們今天就要來進行大冒險 大冒險的懲罰 總共有三個 就在你右手邊的這個轉盤 你可以試轉一下 撥一下愛隊 順順順 這是一個公正的輪盤 這個公正的輪盤上有三個挑戰 我從簡單到難來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挑戰 白袍 白袍的挑戰呢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在清德重振之前 他的職業是什麼 醫生 看大家都知道 知道知道 那大家看日劇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個日劇裡面 醫生非常帥氣 他會拿一個白袍叫 繞一圈的職業披上來參考 有沒有 我們就要來挑戰這件事情 這是 你有轉到的話 第二個 第二個挑戰叫唱歌 大家有聽過 我們唱歌唱歌嗎 有 有 說有的舉手相 真的假的 喔你稀有動物 對啊 全場 我們現場兩萬人 三個人聽過而已 稀有動物 好 所以轉到唱歌的話 就唱一首你會唱的歌 好 第三個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頭髮 什麼 頭髮是什麼呢 頭髮裝在已經中分了啊 就是呢 這個靈感來自於2016年 美國總統川普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上了一個 Jimmy Fallon的這個 talk show 然後在這個talk show裡面 最後一個橋段 最後一個懲罰呢 就是這樣子 Jimmy Fallon問川普說 我可以摸你的頭髮嗎 喔 他就伸出了他的 川普說喔 可以啊 所以就伸出了手 把川普那招牌的頭髮撥亂了 但是我們今天不只有撥亂 我們還要反正 喔 所以如果等一下 輕得接受懲罰 轉到頭髮的話 就你可以選 你可以選我或是敏迪 其中的一個人 稍微把你的頭髮撥亂一下 然後再讓你自己很快速整理回帥氣的髮型 大家這樣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還在你的十分的範圍裡面嗎 在十分範圍裡面 十分範圍裡面 因為台灣人要做自己的主人 對不對 所以呢 決定的權力 牌子在大家手上 但是輪盤 在清德兄你自己的手上 OK 你自己轉出來的 所以我有我的自主權就對了 沒錯 大家都有各自的自主權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我們這裡是 Only yes means yes 可以 我覺得大家已經很期待都要舉X了耶 怎麼辦 我這樣說 人民是會被感動的 如果等一下你的回答感動了大家 大家都會給你舉圈嘛 對不對 OK 那大家都有拿到手牌 如果 如果 你手上沒有手牌的 你有沒有拿到我的扇子 有齁 我的扇子 現在大家先記好喔 我的扇子 寫描字的 寫描字的是圈 寫描字的是圈 人頭的就是X 好不好 沒拿到手牌的朋友 你大家就幫我舉扇子 有寫字的是圈 人頭的是X 有記得喔 有記得喔 遊戲規則記 大家已經愈愈愈識了 這個我沒看喔 我們先來一個測試題喔 這個 先給我們這個清德兄看一張照片 在我們的頭螢幕上 這個照片你還記得是什麼場合嗎 我記得 哇 這個是 安倍晉山首相不幸離世啦 然後我去他們家 是 慰問他媽媽 我坐在旁邊那位老太太就是安倍晉山首相的媽媽 這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大的外交的突破啦 雖然你是當時自己個人身份 安倍家族好友的身份前去 但是你也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副總統嗎 但是我沒有把它當作是外交的突破啦 因為純粹是跟安倍還有他們家人 大家都交往多年大家都好朋友 所以其實是在你從政生涯的什麼時候已經開始 我當立委的時候 就解釋到安倍家族 當立委就認識安倍 他那時候還沒有當首相 那是一段什麼樣的緣分呢 就是國會的交流 國會交流 然後我有許多次去日本嘛 然後也在日本有人的家中也跟他見過面 所以大家就有聯絡 特別是跟他弟弟也蠻熟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安倍首相不幸離世的時候 他們家人是有邀請 所以我就低調的前往 所以我沒有把他當作是外交的突破 甚至是同友的慰問他媽媽 因為賴副總統從政的時間非常長 今年是第三十幾年 沒有啦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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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 第27年 還好我那時候已經出生了 第27年很多人可能對於賴副總統 尤其是年輕朋友對您的印象是停留在你當了副總統之後 當了行政院長之後 對於你當立委時候的這個政績或是表現 可能現在年輕朋友比較不知道 對 您擔心這件事情嗎 的確是如此 因為我擔任行政院長之後 因為行政院有一定的制度嘛 就比較少有機會 直接跟年輕的朋友來做接觸 那今天你有滿意現場的年齡層嗎 現場兩萬多人還敢不滿意 你知道齁 這個 我經常有時候會整理你以前的影片 不管你在台南市政府當市長被巡的時候 或是當立委被巡的時候 然後發現說真的蠻多漏網鏡頭 是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像我們今天就有準備一個影片 要播放給大家看 來讓我們大家看一下 我鼻孔給我撐大 這個影片我找到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最奇怪的一點就是 奇怪耶 你在幹掉的時候 怎麼會像我們娃娃娃 怎麼會這樣 就是 我看說 這好像我們家裡長輩在罵 跟大家印象中的賴清德不太一樣 當時是 在氣什麼 他都講給你聽了啊剛剛 當時是2005年 就18年前 因為 因為國民黨在2004年 連宋和輸掉了 當然他們也進行了一連串的抗爭 包括在總統目前集會抗爭 要求重新驗票 那陳水扁總統都答應嘛 這個也都完成了 所以抗爭的活動也結束了 他們也找不到理由 不接受這個選舉的結果 結果 沒想到 當我們認為說 這個 世界應該要落幕了 結果沒有 他跑到中國去 連中置臺 然後呢 他一方在立法院黨軍購 因為我是黨團的幹事長 也是程序委員會的當然主席 三個主席之一 那一天輪到我主席排審議案 他們又黨啦 我覺得這實在是沒道理 你們選去輸掉 民主的社會 你選去輸掉 你要願讀 願參加選舉 你就要接受這個輸的結果 結果你輸了 結果你帶下去 然後在國內黨軍購 治國家安全於不顧 外線很憤慨 所以 而且他們的態度非常不好 通常喔 不用在議會 柏雅在議會 通常也會討論一下嘛 對不對 理論上 他在程序委員會封殺 就不應該了 你要讓人家在委員會審查討論 或在院會 這些神敗 這都很清楚 他在程序委員會 就給你封殺掉 要不然你至少在程序委員會 你也稍微來討論一下 說你為什麼不讓這個議案排進去審查 已經第六十幾次了 你為什麼不要 他們不要 連討論都不討論 就說標決 我真的很想起 那個時候國民黨可能也會講說 他就國會選贏 對不對 他們可能會講說 我國會選贏 不然你是會怎樣 他們是不是動心 他們那個態度 當時的態度 是的確這樣子 但是我認為 他們這個是不應該的 因為國家安全是不分朝野都有責任 你如果認為這個軍購 不應該進行 那你應該到委員會去討論 要不然到院會來辯論 訴諸民意嗎 他不是 他就直接在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這特殊委員會 他也沒有留下特別什麼樣的紀錄 然後就不讓議案來討論 那一次你罵完之後 我先跟你講結果 一點影響都沒有 也沒辦法 也就是說如果之後 這個換吳貞進去之後 國家被你們搞完了 那我還是沒用 也一直在一起 因為我們要拚國會過半 國會過半 現在問題來 18年前我們沒有辦法 順利的採購 軍事的採購 當時其實是有一張 軍購清單 包括有四架 四艘紀德級的驅逐艦 八艘裁電潛水艇 十二艘P37反潛自身機 那還有水雷 一大堆武器清單 那當時你從18年前背到現在 對啊 記得好清楚喔 哇 我在想 18年前如果這個軍購通過了 現在八艘潛艦都已經完成了 就不會有馬立委的事情 就已經可以在台灣海峽 守護台灣的安全 我相信中國應該 現在就會投鼠忌器 比較不敢越野遲一步 但很可惜錯過那個機會 現在蔡總統 就進省國防自主 又發生了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馬文軍委員 進行A格 然後涉嫌把機密交給第三國 這對台灣在潛艦國造上 造成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柏亞你一定要當選 你一定要當選 吳征你要當選 一定要當選 好 各位 在談論我跟吳征 到底當不當選之前 我們今天有一個投票要先做 剛才賴清德副總統 在這一段跟大家的交心肯談 大家覺得 有十分嗎 誠意有夠嗎 我看到有他了 我看到有他了 大家都很提命耶 我想看白桃啊 各位 這是一個測試的 測試的投票 這是一個測試投票 等一下就是這樣 等一下後面還有兩個題目 這兩個題目 我們大家就是 全力都在自己的手上 想看什麼自己選 好不好 嚴肅來得來囉 就是喔 這個 最近喔 我有跟你 在同一個場合有遇到 那個就是 今年八月份 在凱道上 有一個 行人交通安全大遊戲 是的 你有去參加 我已經參加 武貞、亮君我們都在 敏迪有去嗎 沒有 沒有 那天比較忙沒關係 只是 我發現喔 這個 在副總統有一件事情 過往的事情 好像很少年輕人知道 就是說 以前你在做 我記得應該是立委的時候 立委的時候 有一次呢 你回到你的選區 在一條單行道上 發現有人逆向 那時候賴清德立委 就上前去勸說 你不要這樣子逆向 結果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被圍毆耶 那時候 我在新聞上說 啊 這個被打到 這是 這個 腳 不是視網膜玻璃啦 腳膜破裂是不是 當時 視網膜玻璃 視網膜玻璃 真的 視網膜有出血 所以現在你看大家 是看得清楚的嗎 大家特別漂亮 現場看起來兩萬多人 有問題怎麼辦 真的喔 大家捏一把冷汗 那個時候 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他說 原來賴清德是一個 這樣子熱血的人 當時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對 大概大體上 就剛剛柏亞所說的啦 就是在一條單行道的巷弄 那就是有一台車逆向行駛的 那我是跟他提醒說 這個是單行道 用這個餘器嗎 還是剛剛那個影片的東西 還是剛剛那個影片裡面的樣子 好嚇的喔 其實不管是A1的車禍 或者是其他的 都有逐步的在改善 因為我都自己親自主持 這個交通事故的檢討會議 我做的是很嚴謹 同時呢 只要發生A1 就是死亡的車禍 那我們都會 一定會要求 這個團隊 交通的團隊 中央地方專家的團隊 到現場去勘察 然後做這個 做改善 我們是做到這種程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在台南市是要求 我們警察同仁不可以吃案 交通要怎麼吃案 因為A1的死亡車禍 其實他們也可以 也不是說他們吃案 就是說他們還是會有一些技巧 因為你拖過24小時 就不是A1 就是統計上面的一些 統計上面的那個 這個也不是說吃案 就是說 沒關係 或者我也是 也不應該這樣講 因為每一個城市 有每一個城市的做法 那基本上 我是很誠實的面對 台南市的交通狀況 其實我也沒有去比較 當時武都 桃園還沒有 各地的交通狀況是怎麼樣 否則我的印象 我是認為 因為 台南市在我當市長之後 因為我每個月都親自主持會議 同時要求檢討改進 也編預算 所以我們看那個數字 是逐漸的在改善 不斷的在改善當中 那目前台灣 一年交通事故 因為交通事故 往生的人數 大概曾經有超過3000人的這個數字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數字很嚴重 所以在你行政院長任內 你有沒有曾經做過哪些事情 你要來改善這個 基本上就是人本交通 我在行政院長任內 跟在台南市長任內 都是推人本交通 那所謂人本交通 是我們要求就是說 行人有優學權 這個一定要徹底貫徹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在行政院長任內 因為有交通部嘛 所以他們可以編預算 可以去檢討 可以提出這個交通的政策 來解決種種的問題 基本上其實都有持續在做 那現在我不知道就是說 批評就是說 這個批評 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因為否則的話 我在台南市長任內 因為我是很明確的了解到 因為我是每個月都看數據 是有改善 那如果我跟亮君跟武貞 幫你跟這些 有批評你的團體辦一個座談會 你會來嗎 可以啊 面對面喔 可以啊 接受挑戰了唷 Challenge accepted 好 對於剛才 包括 我把話講完 好 包括 包括剛剛 那個 柏亞講到的 高中生發動的遊行 希望 總統候選人能夠承諾 改善交通 有一個指標 就是說到 20 204 20 2030 2030年 要減半 減三分之一要減半 我承諾是減半 2050年 是能夠到零 就是說在人行道上面 因為車禍意外死亡的人數要到零 那我是有承諾 那我認為這個是 國家應該要進步的方向 我們在電視上或報紙上看到 車禍 然後民眾因此而死亡 其實我們看的都很捨不得 所以我如果有機會擔任總統 我當然樂於 而且我一定會提出對策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不容易吧 你怎麼降一半 你怎麼會達到零 當然批評的人會看到困難 但是我看到的是責任 跟民眾期待的希望 政府應該要去做 對我來說 這個承諾還不是最困難的 到什麼是最困難的 我最近跟醫界 有共同下了一個承諾 就是說 從民國74年到今天 台灣健康 十大十英之首都是癌症 癌症一年大概佔台灣死亡率 大概百分之二十四點幾 大概每四個就有一個 因為癌症死亡 一年大概四五萬人 那我承諾在2030年的時候 死亡 癌症死亡的人數要少三分之一 二零三零快要到了 要減少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就是說 看不見了癌症 這個原因 我當醫生 我都認為有責任 來面對民眾的健康問題 那我如果當總統 這個看得見有形 有具體辦法 可以改善的交通安全 我覺得我更應該做 而且我也有信心 來達到這個目標 從交通安全談到癌症 這個功力確實不簡單 是重鎮27年的功力 好 現在民調時間又到了 哇 我覺得我看不到白袍了怎麼辦 針對剛才的這個 交通安全這個題目 覺得我們賴清德總統候選人的回答 有誠意的請舉圈 不買單的請舉差 哇 哇 哈哈哈哈 有人說非常不滿意喔 台上 欸那個 真的齁 那個下一次我們辦那個交通 欸 錯誤的交通 錯誤的交通 對 所以要改啊 兩點 你要講兩點 對 蛤 30秒 好 還有10秒喔 你還有一點還沒講 第二點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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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今天說這個活動不一樣是因為你們走到別的地方 你們看不到任何一個活動可以讓你跟 非常有可能當選的中央候選人 這樣喊話的對不對 這位大哥謝謝你 因為這位大哥的發言 我就進一步跟大家報告 就是要解決交通的問題 2030能夠減半 其實我有一個做法 就是一個開放的信箱 可以讓民眾提供意見 也就是說不是政府 不是我獨自面對這個問題 也不是政府而已 是跟民間的意見大家結合 這樣才有辦法有效的 達到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我也建議副總統 你可以上那個我們國發會 現在有一個join投票的那個網站 五千個人連署就可以乘案的那個網站 因為我知道很多關心交通議題的民眾 會在那個網站上面提案 然後也有蠻多 有得到超過五千個連署 之後的通過這個 納入要評估的案子 台灣也有 對對對 他不想吃 在談及趙福元 只有三萬元的薪水時 也發工了 這個三萬多塊錢 我在這裡也要勉勵 我們第一線的趙福元 把他當作是一個 功德台灣 一個做善事的行為 我國行政院院長賴功德強調 趙福元要功德台灣 這番說法雖然在網路上 遭受不知民間疾苦的各路網紅 即所謂的知識分子批評 但卻贏得了民間沉默多數的認同 大家記得這件事情嗎 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清德 在網路上被取了一個綽號 叫做功德 所以今天這一趴的第一個問題 是我想要問問看 就是我們的賴副總統 在午夜夢回夜深人靜的時候 有沒有後悔自己開了這個 不好笑的玩笑 我來跟大家報告 這個事情的始末是這樣 就是說馬前總統時代是做長照1.0 那蔡總統是做長照2.0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呢 一個是據點的多寡不同 馬前總統是700多個據點 那蔡總統現在是1萬2千多個據點 那第二個長照服務員是 有2萬多個增加到9萬多個 那跟這個題目有關的是薪水 馬前總統時代薪水大概是2萬多 2萬3、2萬4、2萬5左右 不到3萬 所以那時候我是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就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長照機構留不住長照服務員 所以蔡總統要推長照2.0的時候 我們有跟他建議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薪水提高到3萬塊錢 至少要3萬塊錢 那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你那個談話的背景 是在談這個認識 然後後來我擔任行政院院長 那蔡總統也交付我 全國推動長照服務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就很積極的 其中一個方向就提高長照服務員的薪水 那一天是長照服務的專線1966 這個專線號碼公布 陳時中部長邀請我去宣布 宣布的時候我跟他講 我跟對著媒體講 就現在薪水2萬多 我們的目標是要3萬塊錢以上 但是因為我後面又加了一段話 我說但是即使是3萬塊錢 相較於這個工作的辛苦 其實還是顯少 但是這個工作是一個服務長者 弱勢民眾的功德性的工作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當時長照服務員出了薪水低 就是本身沒有成就感 社會的認同度不高 所以我那時候講的那段話的意思 我是先解決薪水的問題 我這段話是要解決 長照服務員尊嚴的問題 你看像我們 你看像我們 醫生 醫生我們又領薪水 可是我們就是既是救人 你看警察又領薪水 可是人民就奉他為人民的保母 對不對 那長照服務員很辛苦 我們也應該給他 一個社會的定位 其實我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媒體的解讀是什麼 就是說我不顧 長照服務員薪水低 不給人家增加薪水 只想要人家忍受這份辛苦 把它當做做功德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那你說 就是喔 因為我們一天都講很多話 對 就是講話難免咬到舌頭講錯的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像我自己也有講不好的話 很多啦對不對 然後我都會想想說 如果我再怎麼講會更好 會不會我把這個話改一下 用別的方式講 聽到的人就不會覺得受傷 我不知道敏迪有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今天不就是才剛剛講錯 然後被罵 對其實都會 我們都知道人會犯錯 但是我覺得犯錯中也是 那改進就好嘛 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所以對於這件事情 你剛剛如果說 因為你這個是換其中一段影片 你如果把前面那一段 就是我增加薪水那一段 一起聽就不會絕對有問題 因為那個社會的傳播是只透過媒體 就那一小段的報導而已 而且他把它詮釋為 我不顧長照服務員的薪水低 只想要長照服務員來做功德 其實他的解讀是這樣 所以這樣傳出去之後 當然就會造成很大的誤解 否則的話 大家去聽應該沒有問題 那現在長照服務員的薪水多少呢 我跟大家報告 居家長照服務員 大概四萬兩千塊錢以上 我說是以上喔 不是平均喔 是四萬兩千塊錢以上 第二個 因為我們改了一個制度 因為之前是 論時間再記籌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看你服務完成的話 那這個就可以 好比說你去居家幫忙擦離位管 可能那時候就會寫說 你要做多少時間 你可能要做三十分鐘 那其實我們現在要求說 你只要放進去 病人沒有問題 那你這個工作就算完成 所以他更有更多的時間去服務其他的病人 所以累積起來 他的薪水就變多了 就變多了 那當然當位啦 當位的服務 我們有給他提升了 所以他整個薪水都提高了 那機構的長照服務員 大概三萬兩千塊錢以上 換句話說呢 蔡總統當是交付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有完成的 那這也可以證明 我當時當員長 並沒有說不去關注長照服務員 薪水的低 只要求人家辛苦努力 我並沒有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不太適合抖音的年代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一段 真的沒辦法剪一分鐘 對不對 明顯滑掉了沒怎麼辦 你會覺得說自己有必要要把話弄得更短 或者是更精準更簡單 不要讓人家去結中間的那些 你會這樣子要求自己訓練自己嗎 我想我應該要這樣訓練自己 應該要 應該要訓練自己 你就在唱這句話嗎 不是 因為我是這樣 因為我面對大家 比較沒有時間壓力 所以我就講得比較完整 那否則因為我在立法院是當發言人 幹市長兼黨團發言人 那我也知道 那大概媒體大概只給我們20秒的時間 再講一個記者會的內容 我這個訓練我是有的 現在都剩10秒了 據說都沒有20秒 而且你知道現在網路上有所謂的梗圖文化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這是一句話的時間 他就哇 做成一張圖會永流傳 你剛剛來的半小時時間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50張梗圖已經出去了 沒有歌詞嗎 等一下 我們副總統說要歌詞 幫我Cue一下提詞記上歌詞 這代表會唱才會想要看歌詞對不對 不會唱的話 沒有歌詞是絕對哼不出來的 那在這個Cue歌詞的同時 我想要現場介紹一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周慶明理事長 今天有來到這邊 這也是你的好朋友 是啊是啊 你好朋友 我們醫界的大家長 你好朋友 今天特別穿齁 兩件白袍要給你選 你知道嗎 還有選 他還幫你準備一長一短兩件 真的要穿嗎 短的跟長的 而且上面還有幫你繡好 我穿長的 賴清德醫師 要穿長的是不是 長袍 長袍 這個 要很帥喔 要很帥喔 很帥這樣 上進去這樣甩一下 讓上來喔 有帥嗎 有帥嗎 取一下牌子啊 好來 我覺得我們賴醫師 一定要穿醫師服 因為在禮拜五 有人請我說看 借醫師服給賴醫師 那我就找我們的副秘書長 我打電話給他 他旁邊有幾個年輕的工程師 就說 欸 賴醫師 他是醫師嗎 他是醫師嗎 結果我們那個醫師就問那個工程師說 是誰說的 說賴醫師不是醫師 那就是某另外一位醫師 所以我 我這邊要特別 跟我們賴醫師講 其實賴醫師是有醫師執照的 有職業過的 假白的醫生 而且還有聖專的執照 對不對 其實我有幾張醫師執照 一個是高考醫師及格執照 這個是醫師的證書 第二個是內科專科醫師證書 第三個是腎臟專科醫師 另外我也去美國 考了醫師檢定考試 醫師檢定考試及格 對 美國醫師 那個很難考 那個要 是是是 他臨床跟基礎只有考兩科 但是一科都考兩個小時以上 那及格分數是75分才及格 滿分100分 那75分以上才及格 所以 所以我是很認真的在面對這些問題 很認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今天這場晚會 真的很奇怪 很不一樣 你們覺得台灣跑幾十場 應該沒有看過這種的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前在溝通的時候 這個 鏡總 都跟我們講說 這不方便 那恐怕有困難 這不行 可是今天 突然三樣都可以了 大家是不是幫賴新的副總統 有一個掌聲 這個 這個 今天最後一樣唱歌嘛 瓜叔在這裡 滅火器 有聽過齁 有啦 繼續訓練 結果 本來想要唱你的競選歌 後來他們說 你不會唱 我想說 怎麼有人不會唱自己競選歌 那我們現在要直接下副歌 可以嗎 可以 好 好 好 這就是你的人生 有勇氣來傳給 有自己來善當 最勇敢的人 我知道這會經常 但未來有緣在那裡 不行就要走 你的故事 你自己來什麼 結束表演走 可以嗎 喜歡嗎 會去拉票嗎 都算了 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